来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索引啊 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出现索引的时候 我让大家记清楚这个索引有点类似于什么 目录网对吧 蓝数本一个目录方便我们去做查找的一个工作啊 我们首先来看 在数据库当中啊 对于索引的啊一个定义啊 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它主要啊 你看MASAQ的索引是对我们数据库 表中一个或多个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个结构啊 也就是索引它的一个出现的话啊 这个排序的话 你看在这儿要明白 就是索引比如说假如当前我要给某个列去建立了一个索引 那它再去排 也就是说再向这个表当中插入数据的时候 它自动的就会按照当前索引的这个列 来进行一个排序的啊排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导入 或者导出这样的一种操作啊 你看索引的话 它作用的话就是有助于更快的去获取到我们的这个信息 其实就一句整个索引 你看接下来咱们会把索引的内容去说的非常多 说非常多情况下 咱其实就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 就是索引的话 它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进行查询的一个操作 就是获取我们的这个信息的啊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它是用来进行定位的啊 大家把这两句话给加来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对于索引的一个描述啊 它是帮助于我们更快的去获取啊 获取信息定位的 所以啊 所以就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啊 有助于更快的获取信息用来定位的啊 所以就一个作用就是用来加快查询的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看下面这个就是对索引的一个描述啊 这块不用去记得啊 你看最表中的列是否创建索引 以及创建何种类型的索引 对于查询的这个响应速度是 很有很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啊 大家来看这一块啊 你看创建了索引的列 几乎是在做查询当中的话 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立即响应了 对吧 很快就能够给反馈过来 我对应的这个数据啊 而不创建索引的列的话 我们则需要较长时间的一个等待啊 只不过你看在这 我需要提前和大家去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当前来说啊 你看咱就拿咱的七张表 咱七张表里边的话 是每个表里边数据 是不是就特别少啊 对吧 也就是说最多的也就是13条14条记录 大部分的话就是五六条 三四条记录啊 对于小表来说啊 你见不见索引 其实对你的查询的速度 就是查询的这个速度影响是不大的 也就是索引唯一能够去看到 它的一个好处 就是看到它一个优势在哪 它主要针对就是一些大表 就大表来说 这个大表的话 指的就是当前在一个表里面的话 就是它的存存储的这个数据量的信息是非常大的啊 就不能用什么几百条几千条数据来去描述它了啊 就一个表里面的话 就是说对于大表来说的话 你见所以的话 所以的优势才能去显示出来 可能比如说啊 加了一个大表的话 你针对某一个列啊 根据比如说这个学号 学号来去查内容的时候的话 你如果不建立的话 就是不建立它的一个 它的这个索引的话 就说可能需要去 比如说是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是一分钟的时间 需要去等待 假如你这个学号这一点 去建完索引之后的话 它可能只需要比如说是 40秒或者50秒的一个时间 就能够去给反馈过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整个索引的一个建立的话 大家就明白一点就可以啊 它只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去加快 我们的这个查询速度啊 查查询速度啊 这是啊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于索引的 索引的一个描述啊 对于小表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啊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啊 去建立索引的话啊 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作用的话是分为四点 虽然说是分为四点啊 但是唯一我觉得就是索引最根本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是在于第一点就是加快数据的一个检索 检索的话我们翻译过是不是就是查询的意思啊 对吧 也就是第一个啊 加快数据的检索 这点是需要大家去接下来的啊 因为面试的时候经常会问到就是有关索引的啊 所有的一些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加快数据的一个检索 检索就是查询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保证数据的一个唯一性啊 它的一个唯一性 其实你看这一点的话也和咱们前面大家去回想一下 咱再去讲唯一约数的时候 一旦我把某一个列设置一个唯一约数之后的话 它自动的就给这个列是不是添加了一个 是不是唯一所以啊 对吧 保证数据的唯一性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实现表表之间的一个参照完整性啊 参照完整性 这个参照完整性的话 它主要就是说我们逐渐与外界的一个关系啊 因为有时候的话 你一旦两个表去做了一个关联 我从表里边对数据进行操作 说的话也会受到主表的一个影响 然后第四点的话 就是在使用golf by order by 词句当中进行查询的时候 也就是说利用索引可以减少我们排序或者分组的一个时间 大家也可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这四点记完了吗 结完之后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你看对于索引的一个创建 大家有可能会想到说 那索引的话能够去加快 我的这个查询的速度 那我这样的话 我们因为在去讲查询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查询的话是我们数据库 是不是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 是不是一种操作 对吧 那我就把我一个表当的花 就多剪辑了 所以那这样的话 我在查的时候啊 就会速度就会快一些 可不是的啊 不要有这种想法啊 也就是对于索引的一个创建的话 也是要考虑到实际的一个情况 来决定有没有必要来去创建 索引的一个工作啊 你看我们说来看这一点啊 这一点其实也就相当于就是索引它的一个缺点 刚才作用的话是属于它的优点 我们来看它的缺点啊 创建索引的话 第一个就是需要去占用你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空间 其实说说简单就是占你 你可以理解的就是对占用你的内存的空间 因为你的内存空间开闭口来的话 就要去保存你当前对你的这个索引的一个字段啊 然后呢在创建索引的过程当中的话 还得去花费一定的时间 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说默认情况下 一个库里面的表它是不会给给你带索引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让它 比如说当前给某一个列去建索引的话 你还要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去创建的啊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建立索引之后的话 我加快的速度是提升了 但是呢它会减慢数据的一个修改的速度啊 其实简单点来说 对于增山改叉来说的话 就是说所以的话它加快了查询的速度 但是它减缓了 就是说增山改的一个速度啊 这是它的缺点也是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啊 也就是说把这两点给记下来 好 那我记得很快 是有些在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下 那我记得是什么 是什么 你想不得关系的 私 说 那我记得 我记得 是什么 那我记得 这 想不得 感谢观看 所以说你看下面这句话 我们说对于所有的一个创建的话 要好就是一定的 你当前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性能 所以对于所有的一个创建 也要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去决定 我到底有没有来去 有没有必要为我当前的某一个列 来去创建一个所以 你像刚才我提到过的 咱们的期创表的话 每个里面是不是也就那几条记录 也就是说你再去考创建所以 的话其实是没必要的 你看下面这块话就说 我既然能够去选择创建所以 的话就说哪些列可以用来 把它当做一个所以列来看待的 大家来看这一块 就是第一个定义有主建和外建的列 也就是说如果我当前某一个列上面 有一个主建约数或者有外建约数的话 那你就说这个列的话 是我优先可以去考虑建立 所以那列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指定范围当中 快速或者频繁查询的列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select 我比如说插入一条数据或者做一次 对我表的一个修改之后 我就要去看一下我的学号或者我的这个 呃细别啊这等等等等啊 只要也就是说我在反复进行操作过程当中啊 需要去查询的啊 查询的这些列这些列的话啊 也都是可以去把它当作一个索引来看待的啊 因为本身大家去想想 我们说索引的一个描述 它就是为了加快我们的这个查询的一个工作 那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 对于我当前某一个列 给它建立一个索引之后啊 就能够去加快啊 加快就是刚才说到的 就是查询对这个列的值 或者对这一列的内容啊 去提高它的这个查询的一个效率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连接当中频繁使用的列啊 你比如说咱在去做多表查询的时候啊 你像咱上网去 咱之前讲的什么SNO啊 或者比如说是CNO啊 或者班级编号啊 对吧 像这些就是在查询过程当中 频繁需要进行连接的这些列 也可以考虑给它建立一个索引的啊 然后呢下面这个就是按照 比如说排序的这个顺序啊 排序的时候我想依照 比如说我每插入一条数据之后的话 我这些数据或者我这个表中的记录 都是按照某一列的值来进行一个排序的操作 那排序的这个列的话 也可以给它也就是设置建立一个索引啊 因为本身你看咱在刚才去讲到的时候的话 大家来看这一句话啊 你看建立索引的时候 你看它有一个短的话 是不是利用索引的话 是不是可以减少排序和说分组的时间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谓就是在排序或者分组的时候 也就用到了这个列 也可以去考虑给它建立起我们的这个索引啊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啊 也是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 就是能够去创建索引的列 就是优先考虑啊 能够建索引的列 它的一个选择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有红衣楼上了 如果有红衣楼上去就像一个小伙子 就像画中的一样的这样子 那边的小伙子 就像一个小伙子 那边的小伙子 我现在把小伙子 就像一个小伙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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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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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然后呢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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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O这个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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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